今天,东海炮生龙龙,为期六天的解放生大规模实际使用武器训练正式展开。 不少网友注意到,公开新闻稿中使用的词语,不是通常的时代演习,而是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那么,何谓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它和一般的时代演习又有个区别。 何谓实际使用武器训练,书里公开报道可以发现,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词了。 它最早出现在2014年,当时中国海事局网站发布消息,7月29日至8月2日,每日零时至18时,东海相关试语,将举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此后,这一名词出现的频率,虽然不是很高,但仍有计可识。 至于它和一般的时代演习有何区别,军事专家洪源告诉记者,此次演习是有检浅体系作战能力,战法去吧,武器装备效能。 因此在演习中,除了传统的时代训练,还会有导弹、电磁武器,甚至不排除激光武器等等。 诸多新型兵重额装备,如此一来,再将之称为时代演习就不太合适了。 更重要的是,实际使用武器训练,更能检验出最新的训练成果,检验出最新入列的装备联合作战的能力, 检验出战斗人员对信息化装备的操作能力以及各级指挥员指挥的能力。 演习规模为近年来最大根据公开信息,此次演习海域北道州山南至温州以南广阔的海域, 就就海区而言,这是解放军传统的演练海域,并不陌生,几乎每年都会在相近海域进行演习, 但此次划出的静航序域面积与以往相比大出了不少,再结合长达六天的演习时间。 因此红元认为,此次演习对战场的容量很大,可调动参与的军主也就更多, 届时很有可能海、陆、空、天一起上阵,进行复杂的、多兵种的实战演习, 为莫能达到战役级,并且更加贴近实战。 另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细节是,与过去台海地区旅行举演,通常在八月中旬举行不同。 此次军远提前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为何提前?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将视线头向对岸。 据岛内媒体昨天17日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30架AH-641iPAC直升机2014年10月全数完成交机, 历经约4年的血缘,换训,换装,作战评测后,扣出日前实施的一架。 其余29下17日,在龙塔601旅龙城部队正式成军,象征达成全炸力。 蔡英文也前往宣布成军命令,除了这批已经成军的武装直升机。 有媒体报道,台湾近日还决定向美国采购,号称地表最强的MEAI驻炸坦克。 据军方官员透露,将于明年正式编列预算,而且蔡英文对此相当支持, 一边是台独势力甚嚣尘上,姿态颇为强硬。 另一边,美国也频频煽风点火,妄图用台湾问其要挟中国,远的不说, 仅仅在上科院美国参议院先试通,或2019国防授权法案, 建议美军参加台湾汉光军演,时隔不久, 美国国务院又正式向国会与白空申请,派遣海军陆战队队员前往台湾, 守卫新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AIT,7月7日晚间, 台湾保务部门更是声称,亮搜美军驱逐舰, 当天上午游拿着北航经台湾海峡,而且还刻意绕行台湾东部, 搞了一次绕岛航行,目的招然若揭, 洪元认为,从近期台美互动看来, 美国对台湾台的使用将会持续,甚至进一步加深, 实质层面的动作可能越来越多,一步步视探中国的底线, 并在此过程中劳取战略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东海军也不仅是警告台独势力, 同时也在回击外部势力试图对台海的干涉, 是一种强势表态,有些红线是越不得的。 感谢观看 riv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